台湾人上厕所,卫生纸大多习惯丢到垃圾桶里面。环保署表示,这样反而容易滋生细菌。 而目前,国内制造的卫生纸,浴水都会快速溶解,丢到马桶不会造成堵塞。 为了卫生考量,环保署宣布,六月起,全国公册全面实施,将卫生纸丢入马桶的政策。 为了告诉民众,卫生纸丢入马桶不会有堵住的问题,环保署上午举办记者会,当场做实验,将卫生纸丢入搅拌设备中,没几秒钟就溶于水中,接着就能够排入下水道,就是希望修正国人过去的观念,担心卫生纸冲入马桶会 堵住,环保署用实验,要民众放心,可以直接丢,宣布从六月份开始,公册全面实施,将卫生纸丢入马桶的新措施。 卫生纸不丢垃圾桶而丢马桶,有民众支持,但也有民众还是怕怕的。 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,能丢进马桶的就只有短纤维的卫生纸,民众购买卫生纸像这样的带装的或者是抽取式,甚至像卷筒的都因为可以方便溶解,可以丢到马桶里面,不过像这样的指手帕,带装面纸甚至盒装面纸呢,因为纤维不易溶解,因此不能丢到马桶里面被冲掉。 为了能够顺利推动,环保署也邀请兆纸及卫浴工会,交通运输以及旅馆业者,共同签署资源性宣言配合。 兆纸业者也表示,未来会配合政策,会跟下游厂商沟通,将公共厕所自动贩卖机的面纸,全部换成可冲入马桶的卫生纸。 至于有民众担心,家中马桶管线老旧,丢卫生纸恐怕会有堵塞的问题,环保署表示,只要不丢毛发,卫生棉与菜单等物品,应该就不会产生堵塞的问题。 记者,李清华,谢奇文,台北报道。